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乔·鲁特否认退役的传言 斯托克斯一天比一天好转 但阿富汗比赛可能来得太早 为什么香港移民担心因提前提取强制性攻击金而被逮捕 艾伦提起马时取消文化太可怕了 他让你对自己说的话非常小心 谈论前比在公众面前赤身裸体还要糟糕 请大家收看乔·鲁特否认退役的传言 英国独立报 乔·鲁特表示 他没有打算在板球世界杯后退役 并愿意再签约四年 鲁特只有32岁 没有像他的一些队友那样的重大健康问题 英格兰队有11名30多岁的球员 预计一些球员在世界杯结束后会退役 鲁特认为没有理由将自己局限于测试专家 并希望继续打ODI版球 50超过游戏在拥挤的全球赛程中的角色仍不确定 但由于2027年的比赛已经授予南非 纳尼比亚和津巴布韦 似乎世界杯将会继续存在 鲁特计划在四年后参加比赛 并表示只有当他不够好 并且其他球员超过他时才会退役 斯托克斯一天比一天好转 但阿富汗比赛可能来得太早 英国独立报 本斯托克斯在康复过程中显示出积极的迹象 但他是否会在周日英格兰对阵阿富汗的世界杯比赛中出场 仍然不确定 斯托克斯逐渐增加了他的工作量 并且训练得很好 但在一次网球训练中 他的动作似乎受到了限制 英格兰可能会选择谨慎的方式 在下周对阵南非的比赛之前 不急于让他付出 乔·鲁特在机球方面表现出色 他相信任何有斯托克斯的球队都会更强大 为什么香港移民担心因提前提取强制性攻击金而被逮捕 南华早报 香港反贪污机构逮捕了20名个体 其中包括一名保险代理人 据称他们使用伪造文件提前领取养老金 并声称他们永久离开香港 据信 这名保险代理人是一个团伙的幕后策划者 该团伙收受贿赂 帮助强制性攻击金 NPF会员通过伪造在中国大陆的就业和居住证据来提取资金 这些逮捕行动引发了在英国的香港移民的担忧 如果他们返回香港探亲 可能会面临起诉 艾伦 提起马时 取消文化太可怕了 他让你对自己说的话非常小心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原一家和电视主持人艾伦 提起马时 对取消文化的兴起 和对不同观点的缺乏容忍 表示担忧 在一次采访中 提起马时 谈到了被取消的恐惧 以及这种恐惧 如何使他更加谨慎地说话 他举了最近几起电视名人被迫离职的事件 作为这种不容忍的例子 提起马时还谈到了 自己对变得太老和与当前态度脱节的担忧 以及对重塑自然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窄的担忧 尽管有这些担忧 地起马时并没有退休的迹象 他仍然对自己在原意和广播方面的工作充满热情 谈论前 比在公众面前赤身裸体还要糟糕 英国每日电讯 心理治疗师和作家菲利帕 佩里在接受卫报采访时 谈到了他对金钱的态度 他将自己节俭的心态归功于父母的定量心态 尽管他们相当富裕 佩里认为 他父亲对一切事物的成本的迷恋 以及他家庭拒绝公开讨论金钱的态度 影响了他自己与财务的关系 他提到 在父亲去世时留给他一大笔钱 但他仍然保持着节俭的观点 佩里回忆起他的第一份工作 12岁时 在父亲的办公室工作 他发现了工资差异 并意识到了他家庭的财富 他一直擅长预算和量物为出 从未负债 佩里更喜欢使用借记卡 而不是现金 因为他往往会丢钱或忘记它 他还提到自己拥有多套房产 但选择不像居住在其中的人收租金 因为他不需要这笔钱 当被问及他最好和最糟糕的财务决策时 佩里透露 他在2019年 在股市上做了一个糟糕的投资 导致了巨额损失 然而 他最好的购买 是在伦敦购买的一套房子 价格为12.5万英镑 现在价值在200万至300万英镑之间 佩里最奢侈的购买 是头等舱机票 因为他发现 在体验奢华之后 很难回到经济舱 他还提到他喜欢赌博 并享受在赌场玩耍的乐趣 为什么加拿大成为印度对西克 分离主义运动关注的焦点 加拿大 CBC 印度政府指责加拿大是恐怖分子 极端分子和反印度活动的安全避风港 此前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声称 印度参与了加拿大西克教活动家 哈迪普·辛格 尼杰的杀害 印度否认了特鲁多的指控 并将尼杰描述为激进分离主义领导人 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在内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网络 正在考虑如何回应这些指控 加拿大有大量的西克教徒 但专家表示 该社群内部对是否需要建立一个 独立的西克教国家并没有共识 定居在加拿大的西克教徒 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紧密联系 有时会寄前支持印度境内更激进的哈利斯坦运动 该运动旨在在印度建立一个独立的西克教国家 加拿大发生了反印度的抗议活动 示威者焚烧印度国旗 踩踏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纸板人偶 批评人士表示 印度对该运动的担忧经常被夸大 为什么印度在国际板球理事会世界杯积分榜上领先新西兰 英国独立报 印度目前在2023年国际板球理事会世界杯积分榜上位居榜首 取得了三场胜利 其中包括对手巴基斯坦的胜利 新西兰也保持不败 但印度的进进胜率更高 如果南非在下一场比赛中获胜 他们可能超过这两支球队 阿富汗在积分榜上排名垫底 已经输掉了两场比赛 在对阵印度的比赛中 队长罗西特 夏尔玛打破了萨青 藤杜卡在世界杯上最多世纪记录 时时更新 最新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第九天 多伦多星报 以色列军方周日表示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他们将避免瞄准南部的一条单一路线 并再次敦促巴勒斯坦人大规模离开北部 军方前一天提供了两个通道和更长的时间窗口 尽管以色列一直在加沙边境集结军队 但尚未宣布对地面进攻的决定 自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入侵以来 这场战争已经夺去了3600多条生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你们带来最新的新闻报道和深入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板球界的一些消息 乔·鲁特表示 他并没有打算在板球世界背后退役 并希望再签下四年的合约 鲁特认为自己还年轻 并且还有很多比赛可以打 所以 没有理由局限于测试比赛 他希望继续参加ODI板球 另外 本斯托克斯在康复过程中 表现出积极的迹象 虽然他在一次训练中受到了限制 但他的回归对于英格兰队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我们也看到了 加拿大成为印度对希克分离主义运动关注的焦点 这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一些关于金钱和财物的话题 包括菲利帕 佩里对金钱的态度以及艾伦 第七码时对取消文化的担忧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乔·鲁特的决定继续打板球并不意外 他只有32岁 身体状况良好 所以他还有很多时间和能力在场上发挥 对于斯托克斯的回归 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他的实力和经验将为球队增添不少力量 至于加拿大成为印度关注的焦点 这也反映出了国际间对于分离主义运动的关注和担忧 这也提醒了我们 分离主义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关于金钱和财物的话题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每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都不同 这也反映出了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 对于这些新闻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这些儿是4度楼无论